你们觉得中国哪个省份的人最能吃辣 这是四川 据说和四川人比吃辣 90%的人都会退出直播间 这是湖南 湖南人每年要吃掉全国一半以上的辣椒 在吃辣这件事上 堪称巅峰造极 而这个是江西 你可能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 然而当我说出江西辣 请问阁下 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之前就觉得视频里面答应过你们 来带你们去我的家乡江西南昌 体验一下正宗的江西辣 不过从洛杉矶飞到南昌 差不多有1万多公里 但是机票我已经买好了 1万多公里 换你们手上的一个站 你们就说这份买卖能不能成交吧 好吧 咱们之前的节目里面说 点赞过20万 你们要带我回江西 来体验一下正宗的江西山 今天就是这个目的啊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 哎小伙子 我订的位置来 在哪里啊 你好 欢迎 哎呀 就先 以往的都是我带路 今天我爸带路 好吧 今天来的这个餐厅有什么特色 这家餐厅的话来来来看 是 鸡江西南昌 得手的菜 嗯 每一匹 价钱嘛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钱 因为我其实对国内的这个价钱 没什么太多概念 像这种小甲鱼 卖售价是58 招牌的香辣蟹58 小伙伴你们看一眼 这个南昌菜一眼看过去 基本上是全红的 有没有 老板今天是不想让我好过呀 你想吃辣 就跟他说 你不想吃那么辣 你也跟他说 啊 少放点辣 那我都回都回来了 那来到南昌都不得加辣呀 试一下看看 来试试看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试试就试试 菜都上来了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菜怎么样 你等一下介绍 这样的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之前很多很多小伙伴私信99 说想看一下中国西餐到底什么水族 想从我们这个视角看一看 只要这一期视频点赞过20万 我就带你们去打卡 全中国最贵的西餐 怎么样 啊 你上次那个视频叫什么 求婚 这样我们也在等啊 小花脸求婚 你说那个 那个坑我肯定要埋的 老板 不要急 这样 小花脸不是坏美国了吗 我就密谋一下这个事 这个时候这个事不要密谋 那不是说求就求 你也在试管 哈哈哈 求婚大事 我们一起来密谋一下 好吧 争取一举拿下 这个就是江七菜 啊 南当早本 南当人从小知道大 哎 我也喜欢 嘿嘿 来你们 哎 哎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正宗的南章炒粉 试试看了哈 哎呦 有点辣吧 有点辣哈哈哈 果温的 这个辣度呢 和我们上次的果汉是那个杂鸡 还不太一样 果汉那个杂鸡 它是那种 外面果汉都是那种辣口 对 里面的不入味 这个呢是有里到外 辣到心里面就很散 但是这个辣椒之下就胃不难受啊 胃不难受 这个辣的很香 辣的非常的香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我觉得 跟四川的麻辣还有贵州的酸辣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辣跟湖南的辣有一点接近 老表 对 不过你觉得吃辣这些什么是我们江西的利害 还是湖南的 这个不好去评价 江西有江市特点 湖南有湖南的特点 湖南的网友们 有兴趣 嘿嘿 来去南庄 哈哈哈 试一下就知道了到底是谁辣 哈哈哈 就是辣不辣 就让湖南兄弟们自己过来评价 对对对 来南庄看一看 走一走 嘿嘿 南庄都是绝对好 嘿嘿嘿 吃粉的啊 大狗 要有辣椒 才有味道 吃病 哈哈哈 我们今天啊从小辣开始 比如这个 梨蒿炒辣肉 哎 这个不是很辣 是你个鬼 哈哈哈 不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个菜 来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个菜 这是我们江西的蔬菜哈 连蔬菜都要放辣椒 天哪这两道菜 嗯 实际上这道菜是小辣 小辣 没有 绝对小辣 他这个 年轻人 这两个蔬菜吃完了以后 海港就住了 开玩笑 一点问题没有 那可以啊 那接着搞啊 这两个小辣 腰肝 冰箱 小辣 我听说 冰箱菜 在我们江西菜里面 都算是辣 这个是冰箱菜了 对 那我从这个开始 哈哈哈 这个菜看的是炒的真不错 真的来口米饭 有点咸啊 很下饭 非常下饭 味道重 实话 我觉得这个菜还不如炒粉了 咱们 上来那个炒粉稍微的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吃都很像差不多 打脸了 这个菜啊 要吃啊 都要连辣椒一起吃才香 没有连辣椒 哪有香味呢 这样子才漂亮 我说句实话 就是这个辣味还是在的 他这道菜里面放了这个就是叫什么 腌的辣椒 对吧 哇 他已经吃掉了 酸辣椒这个有点辣 像今天就好吃一种 就这个菜 小伙伴们不知道你们觉得就光这道菜 他的出品怎么样 就整个的这个菜放在你面前 你会不会多干两碗饭 我反正觉得这个菜呢非常的下饭 就入口的感觉非常的入味 不过说实话真是有点小辣 你们要是来的话 建议大家点那个微微辣就好 我问他要碗米饭 要带着辣椒 不带着辣椒是不香 爽子真的爽 辣子真的辣 为什么冰箱人特别人吃辣子 冰箱是和湖南交接的 香不影响嘛 湖南的味道也有 江西的味道也有 冰箱 宜孙 新宇 这三个地方都可能吃了 都吃了 下次有机会 我们一起到冰箱去 亲自到现场去体验一番 那我得多带一瓶可乐去 这道菜叫新建小甲 这个食材呢 当中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壳 因为它没有这个胶质 我开始来的时候 吃那个草粉就把我呛的 然后越吃到现在 开始渐入佳境了 说明吃辣能力真的都会退步 也可以进步 那我呢因为在国外呆嘴 可能要集中锻炼一下 吃到这里 我已经准备好挑战 今天最后一道菜 田花桔鸭 我们江西菜 最辣的一道菜的代表 是吧 田花板算不算 但是也确实比较辣 确实比较辣 确实比较好吃 来了试试了 那我就替你们尝一点了 不客气了 很好吃啊 是有点辣 但是它这个味道很赞的 很赞的 哎呀不行我还得要对 哎服务员 再帮我拿一瓶那个无糖可乐 冰的有吧 哇厉害 我是说你吃辣不厉害 喝可乐好厉害 哈哈哈哈 我很久不回江西了 这个辣度可以接受 已经很不错了 还吃到一瓶罢不能 对吧 辣的要死还是想吃 对 有不服的你们自己来江西试一试 对不对 说到这样 它不光是有代表性 还有历史 这个蝙蝠不好去说了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在烧的过程中 把鸭血的鲜味和鸭肉的鲜味 两个把它烧在一起 再加上这个作料 大蒜 辣椒 生姜 酒 这个就鸭血啊 这个黏糊糊的就鸭血 有没有冰箱的小伙伴 你们觉得这条莲花血压 做的正宗不正宗 好 我们在张大人了 又到了我们的经典环节 8个菜 3瓶可乐 3瓶矿角水 还有2个北冰羊 还有2包餐巾纸 一共花了403块 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一顿饭 怎么样 值得不值得 说实话我个人就觉得 很便宜了吧 国外好吃的西餐 或者是粤菜 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像这种粥山菜 一道菜 可能就相当于我们今天 一桌菜的总价 我跟你讲江西菜 我个人感觉哈 既好吃又好看 味道真的不错 但是地方的外地区 有江西菜的很少 我们在这种方面 推荐的力度非常的强 那不就靠你们下一代吗 我觉得年轻人 就光靠我没有用 还得靠视频小伙伴 对吧 你们要是觉得 看这个视频还不错 你们就真的应该来到江西本地 我觉得哈 你们一定会爱上我们这里的餐 没错 没错 美东外卖神抢手又来了 这次我终于不用再羡慕你们在国内的小伙伴了 坐在家里不用出门 美团外卖给你一条龙送到家 还能以超低折扣享受到七夕大餐 你们看美团外卖上这些大牌的美食 哇 简直不要太划算了 麦当劳霸气分享桶原价200元 美团折扣后只要88元 半价不到就能买到 就问你划算不划算 你们看看这麦辣鸡腿宝 还有这鸡翅 哎呀这也太香了 这谁扛得住啊 吃了这么多的辣菜 饮料不得来一杯吗 瑞兴咖啡的UC美食只要10元出头 瑞兴外卖直接给你送到家 不止这些哦 8月22号呢 肯德基海底捞等大牌全部都是四折起 上来美团按摩搜帅小伙 就能够享受同款折扣 而且直播间呢还能抢到大额的无门卡红包 现在点击评论区就能领取 看饿了的小伙伴呢 也赶紧给自己安排一顿美美的七夕大餐们 那就这样了吧 这就我们最近全部内容 那我是薛小舟 这是我爸 这是我妈 这是我们新进的摄像师 给大家打个烧吧 哈哈 那我们下节目见 拜拜